HELLO 大家好,又來到 GameplayHK 每月遊戲介紹 1 月份正遊戲不多,最吸引的 Hitman 3 都還沒有中文版 來到 2 月雖然很多遊戲都延遲了 不過都還有些派對遊戲可以讓大家玩 不知道可不可以幫到大家度過這個新年假期 喜歡我們遊戲介紹的記得按讚和分享給朋友一起看 最重要是訂閱我們 GameplayHK YouTube Channel 打頭陣的是一種又出遊改編的遊戲 2 月 4 日推出 Rare Wolf The Apocalypse Earth Blood 遊戲主角因為在月圓之夜出生,所以擁有狼人的力量 不過都因為他擁有的特殊力量令到他失控過 所以他就放逐自己離開村莊 很多年之後他決定找回自己的女兒 另一方面人類為了開採資源,不斷破壞地球 其中的代表就是一家石油公司 而且這間公司是效忠於破壞地球的毀滅精靈握恩 他的女兒應該就是因為這間石油公司而失蹤 主角就叫卡爾,他就有三個不同的形態 人類形態可以操作現代槍械 例如老箭可以無聲殺人 又或者是操控電腦收集情報 狼的形態就可以無聲地潛入 當變成狼人就有強大的力量 就算面對穿著機械外骨骼的敵人都可以跟他們一戰 雖然開發廠商Syanide Studio不是什麼大公司 不過他們出過的作品都是不錯的 例如有黑蘇魯迪呼喚 這次這隻動作遊戲我覺得可以期待一下 2月4日,《人王2》的《Remastered Complete Edition》 都會在PS5上推出 通常推出完全版一定會包含之前推出過的DLC 所以PS5上最主要當然就是要提升畫質 官方就說可以去到4K HDR的畫面 甚至最高支援120FPS 如果大家有PS4的《人王2》完全版,還可以免費升幅上去PS5版 另外大家如果對兩款遊戲都有興趣 想在PS5上玩的話,它還有一個collection 裡面已經包含了《人王1、2》和所有DLC 是比獨立分開買《人王1、2》更便宜 PC的玩家2月5日,在Steam上就可以買到《人王2》《The Complete Edition》 一樣是有4K HDR 120FPS 支援用Keyboard Mouse去玩 當然我自己覺得這種遊戲用手掣玩會比較好 2月11號有一款恐怖解謎遊戲推出 《Little Nightmares 2》 發售平台PS4、Xbox One、Switch和PC 稍後也可以升級到PS5和Xbox Series X 第一集相當受歡迎 等了幾年終於有第二集 雖然畫面不是十分精良,甚至有點可愛 不過當你專心解謎的時候 總是在畫面有些細胞會嚇到你 再加上一些陰森的陰效 搞到有時真的心驚膽跳 很難集中思考 我們玩家就是一個小男孩魔洛 而身穿黃色羽衣的同伴就是小綠 一起被滾在信號塔裡面 解謎途中會遇上敵人 有時可以選擇避開它 如果未接觸過這個遊戲又有興趣想玩一下 現在有一個demo版 就可以一邊玩一邊等正式推出日子 同一日有款墨塞 因為遊戲推出《The Room 4》 《Old Sins》 本身是一隻手機遊戲 現在就移植到PC上 畫質當然進一步提升 之前一至三代加上《The Room 4》 在Steam上都獲得壓倒性的好評 同樣第四代都保持一貫水準 在手機平台都獲得很高評價 故事講述一個傑出的工程師 以及他藝術家的妻子 在一個荒廢大宅裡面 對一個古老又奇特的模型屋進行調查 玩家破解到密室的機關 就會獲得下一關的關鍵道具 究竟你們可不可以在黑暗來臨之前 解開模型屋的秘密 又有一款Mario遊戲移植到Switch上面 Super Mario 3D World vs Fury World 不知道任天堂是不是打算 將所有舊Mario遊戲 放在Switch上面給大家玩 早前有一隻Super Mario 3D Collection 上年就有一隻New Super Mario Bros. Deluxe 再計算E-Shop裡面的免費舊Mario遊戲 其實加加賣賣可能都有10隻以上 而這隻VD World就會在2月12日大年初一推出 完整修錄Vu版本的內容 玩家就在妖精之國拯救被富巴捉走的妖精公主 另外就有一些微調的例如提升移動速度 延長貓咪Mario爬牆和空中滑行的時間 也支援陀螺儀體感操作 以及可以線上4人合作遊玩 這次延續版本增加一個新要素就是Fury World 在遊戲主畫面可以選擇進入這個新的世界 有必於過關類型玩法 這裡就需要收集物品 玩家在廣闊的互相倒座Mario之國 收集但落四周的Mario太陽之力 Mario在這個世界的拍檔就是富巴JR 他可以幫忙收集道具以及拯救Mario 在這個世界就支援二人協力遊玩 看反宣傳片富巴JR都很像Super Mario Odyssey裡面的帽桶 收集足夠貓咪太陽之力 就可以解除那個巨型的浪浪瘋人 之後就可以跟狂奴的富巴展開大戰 講講這遊戲其實我們之前都有條影片 猜一下究竟還有什麼移植作品在Switch上推出 已經有很多真的移植了 如果沒看過那條影片 可以去看看有沒有舊遊戲你們很想玩 航海遊戲一直以來都吸引不少玩家 除了海戰之外,如果還有得經營就更加完美 就好像這隻King of Seas 2月18號就在PS4、Xbox One、Switch以及Steam上推出 遊戲背景就發生在一個充滿海毒的世界 主角被海毒奪走了新家財產 為了報仇,他需要壯大自己的實力 最終的目的就是成為七海之王 官方就說每一次開啟一個新遊戲 地圖都是隨機生成的 當你挑戰一個地圖之後,重新再玩都會有全新的感受 做海盜除了可以搶劫雙船或者其他海盜船之外 都可以周圍去尋寶 例如海裡面有很多沉船,可以被我們打撈寶物 連釣魚都是一種收集元素 不過暫時已知只有30種魚類 不知道以後會不會慢慢增加呢 如果不喜歡做海盜,做了商人都可以 因為每個殖民地都會有它的特產 如何在低價的時候買一天 再運一些產品去高價地方拋售 就可以賺大錢,換更強的艦隊 喜歡玩探索類遊戲,又對航海有興趣的話 不妨考慮一下這遊戲 英雄詛說系列的靈之鬼即改 繼上年在PS4推出之後終於到在Switch上推出 發售日期就是2月18號 故事發生在克洛斯貝爾自治州 主要就是描寫特務支援 給他活躍經過的故事 這遊戲受到不少玩家的好評 特別在PS4推出之後就加入了高速掠過模式 可以用2倍速度去推進事件和原野探索 戰鬥更加可以用4倍速進行 令遊戲體驗更加暢順 Switch版本跟PS4其實就完全一樣 不過玩RPG來說Switch有一個最大的優勢就是 你玩到哪裡都可以將機進入Steam Mode 到有空再開著機來玩 PS4就做不到這一點 另外英雄傳說一系列的作品都會陸續登陸Switch 4月22號有迫之軌跡改 下季就會發售閃之軌跡改 另外PC版的閃之軌跡改1 1月28號已經在Steam推出了 第二集就是2月發售 確實推出日期未知 不過閃之軌跡的評價就一般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都考慮 隊伍17這次為大家帶來4人合作自動生成迷宮的冒險遊戲 Rook Heroes Women of Tassos 推出日期23號發售平台Switch和PC 在泰索斯島的地底深處 醜甘著泰坦巨人古代結界之力開始衰弱 所以這個和平世界開始有很多怪物出沒 玩家不斷在充滿危險的地下城探索 獲取到的資源可以用來建設村莊 增加角色能力 增強實力去拯救泰索斯島 2月25日在PS4和Switch上有一款策略遊戲 Emperor of Sin 之前12月推出的時候是歐洲版 現在終於都有中文版 遊戲背景發生在1920年禁酒時代的芝加哥 我們就是一個黑手黨來需要經營秘密的酒吧 收保護費或者經營賭場 目標是用遊戲中13年的時間 從14位黑幫老大之中脫穎而出 成為最大的幫派家族 最有趣的是連製作人的增組墓都會加入在這遊戲中 大家是可以操控到它 角色設定就說它以前經營過三間妓院 退休之後就建了一間社區教堂 得樹能力就是惡魔套色 對敵人放出紫色的煙霧 就可以操控別人三個回合 效果結束之後就會將敵人擊殺 不知道他們爭了有沒有這樣的乖選會不會老懷安慰 同一天有一款由台灣團隊Animal Game製作的遊戲 前進天空塔 將會在Switch平台推出 這遊戲其實在2015年那時候在Steam平台推出過 這次Switch版新增一些新元素 例如增加公主和魔女的日文配音 另外是新增Boss戰和小遊戲關卡 主題曲BGM和事件CG都有重新製作 遊戲故事說上一個公主騎士為了解開魔女藏身之處 一邊以天空塔的頂端為目標收集水晶 一邊擊敗沿途的敵人 2015年的遊戲畫面現在看起來不算吸引 但在Steam評價都不錯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興趣試試台灣團隊製作的遊戲 木場墨魚自從上次重製了重聚抗石陣之後 終於有新作推出 木場墨魚的橄欖陣與希望的大地 就會在2月25日Switch上推出 官方表示都有機會推出在其他平台上 但大家要等一等 新作的故事和以往沒有關係 是一個獨立的作品 今次遊戲的城鎮,橄欖陣 就是主角的爺爺之前和同伴一起開發的城鎮 爺爺的木場已經被自然環境覆蓋 玩家開始時只是擁有一塊小地 損毀的動物小屋和一個帳篷 我們來到這個鎮的目標當然要令到這裡更加繁榮 村長會給我們一些任務做 例如令到那時候更加乾淨吸引觀光客 玩家最關心當然是遊戲內容 除了可以養雞和牛之外 新增了羊塘,安哥拉圖和山羊等動物 以及新增了一些道具減低繁複動作 例如一次過大量砍樹,自動灑水系統等等 亦都調整了移動速度 所以玩起來就更爽了 當然會有結婚和生仔的元素 今集有5男5女等大家去攻略 我想大家等正式新作等了很久 各位木場物語粉絲準備好去木場過生生活 接下來是一隻以機械海洋生物作為主題的射擊遊戲 Darius Cosmic Revelation 25號就在PS4和Switch上玩到 語言有中文和日文 裡面收錄了兩隻遊戲 分別就是Darius HD 以及Darius Burst & Other Chronicle X 今集這隻遊戲除了合集之外 當然還有一些升級強化 首先就是Darius HD 原本是1997年的作品 現在追加了高解色度的HD模式 除此之外還加了膚折圖鑑 即是說你捉過的敵機都會收錄到圖鑑裡面 讓大家可以欣賞 這個版本的特別之處就是 戰鬥途中除了可以打低敵機拿升級道具之外 還可以捕捉敵機 連中BOSS都可以捉到 讓敵機幫我們攻擊 又或者拿它來擋子彈 還有一種武器是對BOSS專用的 可以將捉回來的敵機吸收之後變成Laser射出去 如果這個時候BOSS又在射Laser就對了 可以跟他鬥射 自己的Laser就會越來越粗 是有超強的攻擊力 Darius Brust and other Conico X 就是將2010年推出的街機版和升級版完全移植 一共有13個特別關卡 除此之外還新增了8個活動關卡 裡面就用了續曲卡 倒屋升平的6隻新歌曲 還有就是一部叫重運的戰機 原本是指限部分模式才可以用 現在是所有關卡都可以用它 我自己很期待這隻射擊遊戲 不知道大家對這遊戲有沒有興趣 經常都說現在的遊戲越來越容易玩 以前的遊戲才有挑戰性 大家有沒有興趣挑戰一下這個遊戲 經典回歸魔界村 推出日期2月25日發售平台Switch 遊戲可以以1985年推出的魔界村 以及1988年推出的大魔界村為原型 遊戲故事講述騎士阿塞穿越魔界拯救公主 我們途中可以選擇不同關卡前進 跟以前一樣可以獲得不同的武器 另外可以透過復活神樹、魔珠樹、學習魔法和技能 相信大家都知道這兩隻遊戲是極高難度 要爆機就要練過很多次才行 這次遊戲用上現代畫質之餘 還保留很多舊有元素 讓大家一邊玩一邊回憶以前打遊戲的樂趣 提供了4個難度給大家選擇 分別就是聖騎士、精英騎士、騎士士蟲和騎士士童 如果各位高手還記得怎樣玩 當然可以用聖騎士的難度 不過留意最簡單的騎士士童難度 有些遊戲要素都體驗不到 我想買這個遊戲沒有理由用最低難度來玩 來到26日Square Ennis為大家帶來RPG的系列作品 Breadfully Default 2 第一代在12年3DS上推出 現在就轉到Switch,同步還有中文版 開發團隊之前就是製作了極受好評的Auto Path Traveler 相信這隻遊戲絕對吸引到喜歡傳統日系RPG的玩家 遊戲系統和之前一樣有Brave粉蛹 以及Default堅守的選項 在適當時候選擇堅守 就可以累積粉蛹點數BP 運用BP可以進行連續攻擊 甚至可以用到負數都可以 當然會有一定程度的危險 在旅途中擊敗特殊的敵人神星持有者 就可以得到他的神星和轉職 一名角色可以設定主職業和副職業 這樣就可以運用到這兩個職業的技能 怎樣配搭就要看玩家自己的喜好 遊戲還有一個尼線儲存經驗值的模式 這個模式甚至可以連線得到網上玩家的幫助獲取更多的報酬 故事舞台就是由5個國家組成的阿克希蘭特大陸 4名主角需要奪回可以守護世界的水晶 一個全新故事所以就算沒有玩上一集 今集重新開始也可以 最後要介紹就是一款PS5獨佔遊戲 Distruction All Stars PlayStation Plus 會員可以免費玩兩個月 這個是用賽車戰鬥的遊戲 參賽選手出場的時候都像出國比賽 所以玩起來都是很瘋狂的 駕駛員有機會被其他玩家撞到下車 但是這一刻還沒有輸 在賽道上可以找機會攻擊敵人也可以 除了會被敵人攻擊之外 比賽場地會有些裝置可以令到車子粉身碎骨 各位車手就要小心洗過 還有賽車也有不同的變化形態 可以做出更加強力的攻擊 今個月跟大家介紹了15款遊戲 數量不算多你在新年鬥了的利是錢 究竟可以怎樣花 難道真的要聽媽媽說儲起它? 五經五角每月的遊戲介紹已經為大家介紹了4年 我們會繼續努力感謝大家一直以來的支持 今年一定要祝大家身體健康 雖然玩遊戲很多時候都可以一個人玩 但是有些派對遊戲一起玩面對面就比較開心 喜歡我們介紹的遊戲記得按讚 以及分享給朋友看支持我們 最重要訂閱我們GameplayHK YouTube Channel 我們下次遊戲資訊再見,謝謝收看,拜拜 獲得及歡迎 我就是這個貢獻 當 cannabis 都很喜歡 奪 與